今晚就是平安夜了 圣诞老人已经准备出发 孩子们正等着一大早 明天呢圣诞树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礼物 那么在上个星期六 德国景色秀丽的海德堡圣诞市场上 还可以看到民众紧抓着在最后一刻前 挑选着不同的礼物 对许多德国人来说 选在圣诞夜前夕 来到海德堡的圣诞市场 已经成为一种仪式 这里也是部分民众最后挑选礼物的好地方 从手工制品到传统美食 这里可以说应有尽有 格劳瑞亚就是来这里淘宝的 罗斯维亚刚刚逛完五颜六色的食品摊位 和手工艺品 她说她即将诞生的女儿 是最好的圣诞礼物 来自中国的习星期 惊讶地发现 节日中的德国人与往日不同 这里的圣诞市场会一直开到12月24号 然后从这一刻起 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就会正式开始 新常人记者白蓝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